船求受澳航破局 林肖信父子增資救星航 以下什麼事情最不可能發生 出海捕魚被飛彈擊中 還是開計程車被飛機撞到 答案是在台灣沒有不可能 但最後都要付出代價 去年2月飛機擦撞計程車這幕場景 不少人還以為是電影特效 但卻是復興航空的空難真實畫面 復興航空近年發生的兩起空難 嚇得國人一身冷汗 儘管董事長林明生嘴巴上說 對未來有信心 但外傳他私下動作頻頻 急著想處理新航這個燙手山芋 據本刊調查 前年7月澎湖空難後 林明生與爸爸就急著求受新航 卖家揭曉 正式暱稱為飛行袋鼠的 澳洲第一大航空公司 澳洲航空 人家可是被評為澳洲安全記錄 最好的大型航空公司之一 林明生原本想逆轉新航形象 不料去年2月新航再傳南港空難 連兩起事故不但讓新航股價攔腰對折 更嚇得澳航落荒而逃 而這樁交易案最後喊咖 現在林明生只能自立救濟 目前新航已經啟動再造計劃 第三季也將開設東北亞新航點 究竟能否逆轉勝 外界都在等著看